新闻大败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好 巫二战争 Day 5 请持续锁定战争风云 好 到底我们看乌克兰的局势可以想到什么事情呢 很多人现在会担心说 两件事中国大陆会不会返台 以及很多台独的支持者会说 哇 那台独这个梦想是不是完完全全破碎了 每个人心里都有很多的想法 我们的总统 我们的领导人蔡英文总统 他怎么想的呢 我们来看看他今天其实有做相关的谈话 我们来听听看 全世界都看到了 乌克兰人民为了自己的国家 为了民主自由而团结奋斗 抵抗侵略 他们坚持捍卫国家的主权 和自由民主的决心 一个团结的国家 才能面对变局 克服挑战 作为总统 团结台湾 保卫民主 是我的责任 台湾一定要团结 这是毋庸置疑的 可是如果我们再往前推 推三天 那个时间点 蔡总统是怎么说的 她说我们现在的首要工作 是要提升对认知作战的力量 还有避免境外的在地协作者操作乌 这个乌克兰的情势来影响台湾的民心士气 那你先说我们台湾有在地协作者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这边有一些人 在打乱我们自己的民心士气 这些人万万不可 是在地协作者 那这样是不是就在分化呢 然后现在又说要团结 搞得大家真的好乱 总统可不可以稍微 稍微定于一尊呢 那到底谁是在地协作者 你可以指出来吗 我们来看看王定宇 王定宇就白话 他大白话讲了 他说国民党啊 就是这样的党军够啦 党了几次几次几次 然后唱衰台湾 如何如何 包括赵天宁也说 此时此刻我们都是乌克兰人 大家团结就是这样子吗 用这样的方式吗 包括王浩宇 包括我是这个中立人啊 这个王浩宇呢 很多人也在攻击他 为什么 因为王浩宇他其实也是 抗中保台 喊很大声的那一种人 那虽然他已经被罢免了 可是大家也都知道 他过去其实没有当兵 那王浩宇是攻击谁 他攻击徐晓星 徐晓星你才没当兵 这个乌贼在哪 徐晓星不是女生吗 中华民国并没有 中华民国并没有规定 女生一定有当兵的义务 好 那这个王浩宇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为什么要攻击徐晓星呢 因为王浩宇有当替代义 所以他说 你才没有当兵呢 这太像小孩子在吵架了 那有一些人 在进行麦卡锡主义吗 我们要讲的就是疑似 有这样子的一些论调 包括吕秋元律师 他在网络上面 在他的脸书上 他说有十种人 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 有出现这十种现象 那么你一定要远离他 第一个是善效台湾 应该趁机收留 乌克兰女性的人 第二个是大喊不要战争 中国打来 一定要当第一个投降的人 第三个是说 普清很厉害 美国爸爸不可信 还有呢 如果你说中国很强大 小国不要去挑衅他 这也是其中一个 很不OK的人 还有你说这个 有一些人大喊说 如果真的打仗了 绝对没有任何国家 来帮助台湾 像我们在讲的 不是都说 这个美国会来帮助我们吗 或者是其他国家 会不会来帮助我们 这样的讨论 那讲了这个十种人 在这个旅秋元律师 这个点名的这十种人里面 都是你应该要远离的人 因为这些人可能就是在唱碎台湾的人 你可以看到很多留言 其实很意外的 因为在ETTODAY上面 很多留言其实不支持旅秋元的 他就说 好烂 还没作战就先搞分化 他们有人认为旅秋元 你是在搞分化 这十种人 如果你再跟你朋友讨论 这十种人说 那么我们让乌克兰的女生来好了 这个不行 这个不行 所以有人问说 律师会不会是第一个落跑的人 那还有人说 像这样子为了从政别无他途 该远离的就是这位律师 迎战的台独律师 我也不屑跟他做朋友 发这种文的人一定常被骂 律师在恐怖 所以我们要说的是什么 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 我们应该有自己的言论自由 当你看到乌克兰的局势 你可能会有很多的联想 或是很多的倡议 如果你把这些都点出来说 你不能讲这些人 你不能讲这些话 这十种人会出卖你 那你是麦卡锡主义吗 你是在分化我们吗 是你们这样的想法 才是让我们台湾不团结吗 来 先问伟翰 来 我跟大家讲 因为旅秋元律师 他在网路上面的 昵称叫利斯 那网友非常喜欢他 他每次的po文 动辄数以万计的按赞 数以千计的分享 都是寻常事 那因为这篇文章 我没有到现场去一一爬梳 我们找出来刚刚那一些 可能不同他意见的人 是不是刻意 鸡蛋里挑骨头 还是说真的出现了很多 如果他已经出现 一定比例的 不认同在这种时候 还在那边始终可能 那表示乌克兰这些事情 确实也影响台湾很多人 对于两岸关系的看法 不是说不会打吗 不是说美国 一定会出手帮忙吗 到现在我有个美国的帮忙 也不是台湾人想象的那种 航空母舰开过来 飞机飞进去 没有 所以乌克兰之间 确实会让大家 重新检视两岸关系 我们没有要变成 中国大陆那样的生活方式 没有要变特区 没有要变一省 可是也没有人希望打起来 战场在台湾 打起来战场到乌克兰 所以会改变很多 我就在24那天就讲 谁能够带领台湾 维持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 也有民族 而且不用成为一省或一个特区 但是却可以维持不打仗的那个人 或许有机会超越蓝绿白 以后领导中华民国 那跳回来 我们今天要讲这一题 我们讲跟大家讲 因为今天这个状况 目前我们在讲 蔡总统每次在讲到团结 怎么样的时候 刚刚我们引述的那句话 我把它写下来 总统说 我看到乌克兰事件之后 团结台湾保卫民主是他的责任 有没有 我们刚刚放那一段 我要提醒蔡总统 团结台湾保卫民主 是您身为总统的责任 这两句话倒过来 团结民主保卫台湾 也是你的责任 不是只有团结台湾保卫民主而已 什么叫做团结民主 我们在台湾根本就是 国民党就舔共的 许小新你这样当兵怎么样 敌人就在中华民国的道内 就在讲说我们谁谁谁又要怎么样去 去干嘛了 每次讲到王定委委员 我就不去细讲王定委员 但是我起一个东西讲完 大家就懂 现在大法案 观众朋友就能够了解了 国民党自己论述能力也不足 每次讲到什么党军购 你把每一条拿出来 国民党不买军购 国民党是怎样 是要欢迎解放军来 观众朋友 2020年12月的时候 那时候江启臣被民进党轰到爆炸的时候 你党了潜接预算 为什么要冻结预算 冻结预算就算党军购 导播那个标要有 你看上面这里 他直接被点出说 原来罗志正也有冻结预算 结果罗志正讲什么 说因为我其实只是要监督而已 那你民进党的立委 冻结预算叫监督 国民党立委冻结预算就叫舔共 所以不用好了 就不用了 王定委员什么 国民党党军购69次 那马英九当总统8年期间 之前 马英九更往之前 国民党 我不是国民党党员 国民党自己论述能力 真是有够烂 这种东西让多少年轻人 觉得说国民党不买军购 国民党配合 对不对 你讲清楚什么叫党军购 你买的比较贵 你买东西现在我不要 或者是我根本党的意思是 冻结预算 之后你要来报告才执行 去问一下立法委员 民进党 国民党民进党 你都去问 就这么简单 所以没有人希望发生战争 你要拿出那个方法 总统讲团结台湾保卫民主 保卫民主 那你有没有办法不要打过来 或是打了以后能够让我们不要伤亡 还能打赢 这也是现在目前中华民国统帅 蔡总统你的责任 不是只有用嘴巴按台湾 你连团结民主都做不到 你连在野党 你都不尊重 一天到晚放你的立委 去那边污蔑别人 国民党就全部都是舔共的 国民党就是大陆 打来一定会投降的 你怎么知道打来的时候 哪一个人会先跑 团结台湾 最可能团结台湾的就是蔡英文 可是蔡英文有做吗 就像是王定宇讲这些话 难道你不能叫他闭嘴吗 叫他不要讲吗 他就是在分裂台湾 蔡总统你要看一下 团结台湾的人是谁 分裂台湾的人是谁 难道你不能出来说一句话吗 来 先请教慧文 先知 你点出了问题的重点 我们现在国家的问题 就出在蔡总统身上 这个是宜兰县的林县长 他上个礼拜开一个记者会 哭哭啼啼之后他就走了 他没有让记者提问 然后绿媒就痛骂 你这个不给问的记者会 看完就跑 这个是蔡总统 蔡总统上次开给问的记者会 是2020年的12月20号 感谢波基去查证 2020的12月20号 你们在骂林之庙的时候 有没有想想想蔡总统 这是还懂的功绩 那这个联合报的上次上 他用台语 其实蔡总统讲的是 我要跟我们的海董言说一声 海董言的 谢谢你 我给大家看 这个从蔡总统下车 这个维安特勤下车 在这个殡仪馆 从下车一路走 场面非常的大 这个都是crane的尽头 那当然这个赖副总统 苏院长也都全程的 这个灌溉云集 背集埃容 那蔡总统还致辞 致哀 然后慰问家属 总共 海董的功绩 蔡总统致哀了9分钟 同样也是功绩 46条人民 蔡总统致哀了2分钟 那这个大家这样比一比 所以我真的 我要先把防火墙架清楚 我们这个当然是非常 希望海董一路好走 我不是在检讨三立 也不是在检讨海董 我在监督的是蔡总统 蔡总统你还记得 你的任内的普悠玛号吗 泰鲁阁号吗 蔡总统你对平民百姓的关怀 你温度就是少得很多 你表现的是什么 我没有说你不能对表现 你跟海董的交情或什么 这个我不谈 我说你对城中城的功绩 你对泰鲁阁号 都是四十几条 一个46 一个49 蔡总统你有公开的 我不是要你掉眼泪或是什么的 但是前主我很现实的 用这个时间的 你停留在会场的时间来比 这个都有记录可以谈 我也不能乱讲 所以我们不是要对 去讲三例我还懂 我们就针对蔡总统 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讲说 你点出问题 今天我们国家这个状况 社会这个状况 不就是你蔡总统造成的吗 你这样子的去 对媒体大亨这样的宋别 可是当我们百姓遇到这么 是我们投票给你 那你可不可以多一点温暖 多一点关怀 他吊咽五分钟 攻绩两分钟 就城中城的那件事情 这个我们大家媒体都看见 他全程都不让我们采访 全部都消音 然后不给问这样子 这是总统应该展现的这个 所以我真的要告诉蔡总统 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你对海董的关怀 也要对我们平平反性的这个 你要尽量的要平衡 蔡总统我们对你的要求很多 那是因为你是我们的总统 你要记住这件事情 还有我们很多绿营的勇敢的战士们 包括林长佐说台湾年轻人一定会勇敢战到底 林菲范也说此刻我们都是乌克兰人 我们非常希望这两位 这个鸡肉练的也很壮的 我们的绿营的这个青年 赶快去支援 或者是帮乌克兰做一点事情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在我们节目画面的右下方 您可以看到这个QR Code 只要拿起手机对准扫描下载之后 您就可以一手掌握TVBS新闻 和我们一起发挥监督的力量 尤其在乌俄战争的这个时候 要锁定新闻大白话 20秒之后我们准时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